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 国民党内是谁发起的北伐 就是北伐这个战争是谁首先要求发动的 这个话题呢 其实说出来的话 让您觉得大跌眼镜 就是国民党内啊 真正发动北伐的 也就是说真正发动北伐的应该是什么 最革命的那一派 他的这个组建这个黄浦军校的军队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什么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把这个军队建立起来要干什么 当时就是松中山组建黄浦军校的目标 就是为了北伐 那么北伐打倒军阀就是张作霖 松传方吴培福 打倒北洋军阀 这个是松中山毕生的愿望 所以说呢 北伐一直以来是松中山所要求的可惜 松中山在二五年的时候呢 他去北京跟冯云坛 恰坦国事的时候 路上就半路上死掉了 他去世之后 那么国民党内怎么样 为了争夺一把手这个权力 当时大权在握的谁 胡汉民 汪精卫 还有谁 廖仲凯 许重志 他们四个人呢 在那斗法 国民党内斗的乱作一国粥 那么上集呢 我讲到最后呢 国民党内的斗法谁赢了 是汪精卫和蒋介石他俩人赢了 形成了汪精卫主党 蒋介石主军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么北伐就是这个时间展开的 那么很多人说 那个北伐那就应该就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发起的了 不是 恰恰发起北伐的是谁 跟国民党的中央核心毫不相干的一个人 是谁呢 是贵系的李宗仁 那么这个的背景是怎样子 听我从头讲起 就是贵系的李宗仁啊 他跟白崇喜 黄少洪 他们三个呢 是叫三位一体 他们三个人本身关系特别好 他们三个呢 在广西里面 他本来是当连长 排长 营长 这样子起家的是下级军官逐渐呢 统一了广东 啊 广西 所以他们呢 是广西的后起之秀 啊 而且呢 他们的思想比较激进 所以呢 他一直向广东靠拢 那么广东是谁在主政呢 就是当时国民党的松中山主政 所以呢 就是广西的呢 要求跟广东合并 就是跟松中山的这个合并 然后把广东的部队改组成什么呢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加入国民党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国民党总共形成了多少个军 七个军 啊 有的人说是八个军 八个军呢 最后那个军 就是唐生志那一个军后来的 那么这七个军有哪些部队呢 首先是黄浦军校的黄浦军 啊 那么这个黄浦军呢 前面已经说过 黄浦军校的建立呢 就是因为松中山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 他每次跟别人打仗 都是这边的军阀 啊 招呼过来 你跟着我 然后去打那边的军阀 就是松中山之前所发弄的这种 军事政变也罢 仗义也罢 全都是什么 靠军阀打军阀 但是后来松中山就发现了 依靠这一派军阀打另外一派军阀 不可行 为什么 因为就这一派军阀 虽然听他指挥 人家的目标不是为了革命 人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 借着松中山这个知名度 因为松中山以前当过国民政府那个总统啊 第一届的总统 所以说是靠松中山的知名度 扩大自己的地盘 并不是说为了革命 所以松中山就说了一句话 南北如一丘之鹤 什么意思 就是南边的军阀 跟北边的军阀 一模一样 差不多 松中山依靠南边的军阀 去打北边的军阀呢 不可行 所以他才怎么样 联俄联共 苏联给他抛出了橄榄枝 他就跟苏联合作 组建一支自己完全可以掌握得了军队 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 那么结果 松中山呢 用人不输 怎么样 用了个蒋介石 松中山建立的黄埔军 本来就是革命的队伍 可惜怎么着 蒋介石呢 就把这支黄埔军怎么样子 经过洗脑 经过他的恩威并用 经过他的手段 把黄埔军校唯一的这一支革命的军队 变成了什么呢 他的私有财成 蒋介石自己的私人军队 替蒋介石打天下的军队 这个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在广东广西两省 当时是国民党的地盘 那么北方全都是谁呢 帝国主义的地盘 也就是说 北洋军阀余孽 张作霖 松床芳 吴佩甫 他们三大势力的一个余孽 那么现在 广东广西两省的国民党 要打的就是他们三家 那么好 这就是一个大背景 那么在广东广西 前面说了有总共七个军 哪七个军 刚才说过蒋介石的第一军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第二军 谭炎凯的部队 谭炎凯这个是湖南的湘军 第三军是谁呢 朱培德江西的军队 这是云南过来的军队 第四军 李继生的部队 这个是人家土生土长的广东的粤军 第五军 李福林的军队 李福林的军队是哪来的 各地的这种什么小游击队 有的是工农的这种纠察队 有的是农民吃卫队 有的呢 就是一些什么山里的小武装 组合起来的 那么这个军没啥战斗力 跳过去不讲 第六军 成千的部队 成千是哪来的 也是湖南来的 那么所以说呢 第七军是谁 第七军就是广西李宗仁的部队 那么这七个军是什么样的成分 那么这七个军里面 到底哪支部队才是真正的革命的军队 哪支部队才是真正听命于谁呢 松中山准备去北伐的军队 可以说只有两支 哪两支 就是广东的谁呢 第四军 李基生的部队 还有谁呢 第七军 就是谁呢 李宗仁的部队 那么国民军第一军刚开始 当然呢 我说了 第一军本来就是建立的国民党党军 就是为了用来北伐 达到帝国主义 达到军阀用的 但是第一军刚开始是 被伐的主力 但是后来呢 就沦为了蒋介石的工具 那么这是第二军唐延凯 跟第六军成前的部队 这是干嘛的 这些叫做客军 客军是什么意思 这两家是投机革命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两家的部队 本来就在湖南呢 驻军在湖南 结果湖南军阀内斗的时候呢 把他俩给打跑了 他俩在湖南站不住脚了 站不住脚 那他俩本来就属于 北洋军阀派系的 站不住脚之后 他说 哎呀呀 松中山先生 您闹革命 我投降您行不行 我跟着您来闹革命 那么松中山 这个时候就需要革命的军队呢 说你们愿意来 你们就来 那么松中山当时仗着广东 说行 那你们来 来了广东 我给你画一块地 你带你的部队来 这两家投机革命的 那么第四军 本来就是越军 本来人家地盘 就是广东的军队 所以人家这是 这广东的东道主 那么第七军 本来就是广西的部队 广西的东道主 那么广东 广西这个革命测缘地 有两家东道主在这 那么后来有一个 国民革命军 第八军是哪的 就是湖南的 唐生志的部队 那么这个部队 怎么就成为国民军 革命军第八军呢 那么看咱们的题目 谁发起了北伐 北伐是李宗仁发起的 为什么 那么当时在湖南的军阀 有些谁 赵恒涕 他是湖南省的省长 那么这个唐生志呢 是湖南省 驻省湖南军的 第四师的师长 是属于赵恒涕的手下 但是呢 这个谁呢 唐生志第一有野心 第二呢 他控制了湖南的 很多那种重要的 矿产资源 所以说他这个第四师啊 因为有矿 现在都说谁家有钱 说这个家人里面有矿 绝对有钱 因为唐生志有矿 所以呢 他第四师人数最多 武器最精良 所以赵恒涕呢 就对这个谁 唐生志有戒心 因为他作为省长 他是要统辖湖南省内的军队的 结果这个唐生志越发展越大 唐生志的势力越来越大 形成就是伟大不掉之势 那么唐生志也觉得 我自己是湖南的军队里面的 最强有力的 我要争夺湖南省主席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赵恒涕跟唐生志这个矛盾非常尖锐 那么湖南属于谁的地盘 湖南全部是属于吴佩孚的地盘 那么吴佩孚相当于是什么呢 湖南湖北这好几个省的这种大老板 那么吴佩孚让赵恒涕当湖南省的省长 所以说呢 赵恒涕就给吴佩孚告状 说我手底头呢 有个叫唐生志的这家伙 他想谋反 他想把我的位置给推翻 结果 唐生志也给吴佩孚告状 说哎呀 大帅呀 这个赵恒涕呀 他在湖南啊 横征暴敛又贪污 反正是不得民心啊 我建议咱们把他推翻了 咱们另外选个人当湖南省主席 那言下之意是谁 另外选个人 另外选个人来当湖南省主席 结果这个吴佩孚啊 他是当时采取了两边都不管的态度 为什么 这也是一种权衡之术 就是说他既不帮赵恒涕 也不帮谁呢 唐生志 那么他坐山观虎斗 如果他支持赵恒涕 那么如果唐生志打败了赵恒涕的话 那将来他跟唐生志就没有办法理清关系了 所以呢他就先让这两边自己内斗 所以呢 唐生志就率他的部队跟赵恒涕在湖南进来开战 结果是怎么着 唐生志打败了谁 赵恒涕 赵恒涕呢就退出军舰 跑了 跑了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的吴佩孚 他说你这个谁 唐生志你过分了啊 你教训一下就行了 你把人家打跑了 你想当湖南省主席啊 那唐生志就说 是我想当主席 吴佩孚不让 所以吴佩孚呢 带领北洋军来打这个唐生志 那么唐生志就正式跟他的大老板 吴佩孚开战 结果你想唐生志怎么着也区区一个师 那么人家吴佩孚是 北洋军阀元老 人家管四个省 他调了四个省军队来围攻这个唐生志 那唐生志一看绝对打不过 那么怎么办 唐生志这个时候是走投无路了 他没有人支援他 那么当时的国内政坛 就是宋正山领导的国民党 还有谁呢 吴佩孚 宋长方 张作霖领导的北洋军阀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唐生志跟北洋军阀打仗 他唯一只能求谁帮忙 求国民政府 就是在广东广西的国民党来帮忙 那么这个谁呢 唐生志他其他人他不认得 跟李宗人比较熟 跟李宗人比较熟呢 就是说你这个老李 你能不能派点军队来帮我打 打这个北洋军阀 我以后呢 我这个人啊 我一直心里面就想着闹革命呢 我一直就想加入国民党了 没这个机会 那么我请求你 我要加入国民党 你来帮我打这个北洋军阀 这不是红鬼呢 你唐生志你是个革命的料吗 那是唐生志在跟他的北洋军阀 内斗的过程中 他失败了 他走投无路了 所以求着是要加入国民党 让国民党帮他打北洋军阀 那么这个时候 真正革命的是谁呢 李宗人 李宗人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的松州商已经去世了 先总理啊 就是松州商一直建立北洋 建立黄埔军校 以及建立这七个军的目的 就是为了什么 就为了北洋 就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松长方 吴佩孚 张作霖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唐生志愿意加入国民党 愿意跟咱们共同打这个北洋军阀 那何乐而不为呢 更况且唐生志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打了 已经开始打那个吴佩孚了 那么这时候的李宗人说 我义不容辞 我派兵出来 进湖南 我支持你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一下这个李宗人 李宗人他当时的广西省啊 被称为模范省 为什么 第一人家的部队 号称为国民革命军 第七军 号称为钢军 打仗非常勇猛 第二人家的军纪非常好 就是李宗人白冲洗黄少红 他们三个三架马车 在当时的广东省内是非常堂杰的 光系也非常好 私交也好 互相谦让 抱团取暖 非常堂杰 反观一下国民党内 乱得一堂糟 稍微有点好处 争民夺利 互相争夺权利 那么现在回到说来说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时候是谁 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主持 汪精卫主党 蒋介石主军 他们在这个国民党内的斗争中呢 他俩获得了既得的利益 获得了权利 但是他俩又开始斗 汪精卫想保住他一把手的位置 蒋介石呢 想冲击一把手的位置 他也想当一把手 蒋介石有野性的 结果国民党内斗的浪作一团 所以这个时候呢 蒋介石发动什么 中山剑事劫 你要是不知道中山剑事劫呢 我上一节刚刚讲 你回过头来看 这节就不仔细讲 蒋介石通过中山剑事劫 把汪精卫赶跑了 把汪精卫给排挤了 汪精卫说行吧 那我算了 我生病了 我要去法国 汪精卫跑了 不在广州待了 那么这样子来 国民党内乱作一团粥 汪精卫跑了之后呢 选出来什么 五个人作为什么 联席政府 就是有五个人来执掌这个政权 那么一号人物是谁 就是第二军的军长唐延凯 让唐延凯来代理这个汪精卫的职务 那么选了张晋江管来国民党 来管党 蒋介石管军队 那么事实上张晋江和唐延凯都跟蒋介石关系是不错的 其实呢 就是带蒋介石呢 执掌政权 也算是半个傀儡 就是蒋介石说了算了 这时候国民党内 那么这样子一来 李宗仁已经派出了部队 去帮谁呢 帮唐生智打北洋军阀 其实北伐现在已经就开始了 国民党北伐已经开始了 当时呢 这个时候是李宗仁率先派了自己的第七军去北伐 而且他还没有正式通知国民党 所以说呢 他在派了部队去攻打 进入湖南帮唐生智打北洋军阀的时候 他赶紧来到广州 来见蒋介石 跟蒋介石来谈 说被罚的事 这时候蒋介石面露蓝色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候不愿意被罚呢 他刚刚赶跑了谁 汪精卫 刚赶跑汪精卫之后呢 那么国民党内又形成了什么 还有反对他的势力 虽然他还是什么呢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但是呢 他这个时候党内 比如说他上面名义上还有张靖江 还有唐燕凯 还有其他 其他五六个军的军长 他也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就能说得了算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李宗仁建议蒋介石被罚 蒋介石说 那我先考虑一下 再一个的话 这个事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你再问一下其他军长 那么李宗仁这个人啊 前面说了 他是有野心的一个人 或者说他有全局观念的一个人 那么事实上 为什么说后来国民党在四九年的时候 国民党快倒闭的时候呢 李宗仁是取代了蒋介石 当了国民党代理总统的 就李宗仁一直有放眼全局 放眼全国 而不像国民党内某些这种势力范围一样 比如说延细山 就看着这一个省一亩三分地 不过当然他也想着往外发展 没有发展成功 那么你像什么谭严凯 包括什么城前 这些以前在湖南的这种军阀 小军阀跑到广州来 那是迫不得已加入革命 就湖南打得他没这儿待了 才跑到广东 松州上收留了他们 像谭严凯 包括谁呢 城前 这种革命就不是革命的料 第一军事实力不幸 第二什么 本来就是想找个地儿待着 他也没想着要统一全国啥的 那么反过来说 这时候呢 李宗人就比较明智 他去找谁 找了第四军 就是粤军 找人家东道主 因为第四军啊 李基生的部队 本来就是驻广东的这个军队嘛 那所以说是 找李基生 李基生说同意 咱们共同被罚 咱们把这个广东 广西这个地盘啊 往大了扩 完成先种总理的这个遗愿 啊 那么就在军事会议上 啊 这个李宗人提出来 北伐的概念 那么获得了谁 获得了第四军 李基生的支持 获得李基生的支持之后呢 那么这样子一来 蒋介石才下定决心 怎么着呢 被罚 呃 那么至于说是 这三家决定了要北伐 那么至于说第二军谭言凯 啊 第六军 呃 那个成前 他们就肯定同意 还有第五军的李福林 李福林本身他的军队是 势力最弱小 几千人 他本来就是隋大流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 他在国民党内也说不上话 也没什么知名度 那么成前和谁呢 啊 谭言凯 他们作为客军 他们希望北伐 为什么 他们自己不出力 那么李基生的部队去北伐 如果打胜利了 他跟着张光 啊 他也是国民党的成员嘛 打胜利了 他自然就可以对外发展 如果失败了 李基生的部队被 呃 北洋军号消灭了 那好 他就可以纠仗雀巢 为什么 广东本来就不是他俩的地盘 人家广东的地盘是谁的呢 李基生的地盘 好嘛 李基生的部队都被消灭光了 李基生在广东没有部队了 那么他外来的和尚 唐燕凯还有谁呢 陈浅 他们就可以占广东的地方 所以他们没问题 你们说北伐啊 我同意 啊 跟着你们来 这样子一来呢 才决定了什么呢 国民革命军北伐 这才是最终确定下来 所以说呢 这个谁 李宗仁才是北伐的元勋 啊 那么当然北伐的主力是谁呢 也是刚才我所说的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 第一军 黄埔军 这个呢 就是学生军 啊 虽然是在战场上没有经验 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 有主意 啊 他们是进攻非常勇猛的 还有什么呢 第四军 李吉生的部队 那么其中他派出的先头部队 就是夜挺独立团 再号称为北伐的铁军 战功无数 那么还有谁 李宗仁的啊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号称为北伐的钢军 那么北伐 主要是这三支部队取得的成就 那么国民党未来的将来的这些军队 绝大多数都脱胎于那这八个军 那么至于说这个第八军怎么来的 就是唐生智 那么唐生智呢 经过这次军事会议之后呢 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军长 就唐生智由一个师长 任命他为军长 而且呢 任命他为什么 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 因为他正在前线在打仗 让他认为 任前敌总指挥 开始跟哪呢 跟北洋军阀开战 啊 结果呢 北伐军势如破竹 不到一年呢 收复了半个中国 那么后续的 咱们以后再讲